来来来来 看着 这是刚才没有拖的地方 感觉这个给我白了一度 感觉白了好几度的样子 哇 真不错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女装工作室 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了 T恤 假发 化妆品这些的都有 看看我们这个客服小哥哥在干嘛 我们的摄影小哥哥 兼职客服小哥哥 可以看到他在拍光飞神器 店里这款双层的光飞神器 这个光飞神器 双层的 对 外面这层的丝袜 里面是个加绒的 这个我记得是300克 可以看一下这个绒 好 弹性就说了 你拉斩 拉斩 拉斩看一看 它最长是吧 可以看到吗 这个绒的密度还是很高的 拉这么长了 300克的 非常适合这个天气 最近怎么胳膊上毛这么多了 这是我们这里脱毛膏 这是那种脱孟姆斯 来教大家做个脱毛吧 看正好现在胳膊上有毛 你说怎么用 把它毛匀 熟悉了是吧 你都开始教人了 把它摇匀之后直接往上喷 有毛的地方 你想脱毛的地方都要喷到 对 这个你想 毛多的地方 你就可以 喷得厚一点 毛少的地方 你就可以喷得少一点 就先喷到这 然后看一下 刚才放开了 放开你前面的照片了 这个也行 这两个 这两个吧 然后就静置 15分钟以上 一个看自己的毛发 如果你的毛发 非常的 就是那种 又黑又粗的那种毛发 那就时间更长了 如果是比较细的绒毛 那就是 也是15分钟以上 至少也得15分钟 大家看 他只喷了 这个部分 到这里 这些毛是他 之前没有刮过的 以后来看看 这个脱毛效果吧 15分钟后看一下 如果像直观的看出来 有没有效果 就等他毛发自己会打卷 那就是软化的效果 来火了 来火了 我们平时 除了这些店里的商品呢 我们又在做一个新店呢 然后又有新的产品 这种鞋子 大家猜猜这个鞋子 我卖多少钱 我告诉你啊 这个卖40多块钱 便宜吧 但是它真的很暖和 可以看吗 里面全是毛毛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店 这个鞋子的 外面的毛像不像太低的 那个毛 然后还有这个鞋子 都是40多块钱 挺不错的 我觉得 尤其是在家里穿 还有一个鞋子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这样的鞋子 这个好像贵一点吧 50多块钱 这个也可以外穿的 然后我平时穿的鞋子 冬天时候 我平时穿这种鞋子 也挺舒服的 挺高的 挺软的 然后挺保暖的 这还有个托耳朵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衣服 这些都是 黑白T 来猜猜我们这个卖多少钱 29 便宜吧 39 两套 两件 这个衣服可柔软了 当一个冬季的打底 非常舒服 39两件 29一件 可便宜了 但是真的很舒服 穿着很舒适 然后这个衣服 店里也有 大家赶紧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过了 还没到十分钟了 可以看一下 已经有点打卷 看见没 这个打卷吧 轻轻一把就掉 是吧 对 像这种就快 差不多了 快好了 有些毛发比较更软的 对 这种 都没有感觉 觉得疼不疼 没有感觉是吧 没有感觉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个 我用手拔一下试试 诶 就掉了 对 就是这种情况 还得再稍微等一等 对 然后你就一擦 它就没了 对 等它彻底打卷之后 一撸 就好了 这个方向 继续了 都已经打卷了 一刮就掉了 这个比较细软的毛发 它打卷速度越快 就更容易脱 然后比较粗一点的 就可以时间再久一点 像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看见没 它底部已经打卷了 很轻松的就拿下来 然后再再多拔几个上看 我这个毛发比较粗 起码也得15分钟以上 哎呦 都得出经验了 是吧 虽然说不经常用 但是一看就会 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 我们来看一看毛发打卷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 那些毛发都卷曲了 可以看到吗 说明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 头毛膏给擦掉了 然后 要用什么方法来 弄掉呢 擦掉其实什么都可以 刮板 尤其它这个商品里 会自带一个刮板 头毛姆斯是那个 会自带一个 然后或者没有刮板的情况下 可以用纸巾擦也行 就这种 或者这种卫生纸都可以 只不过是多用两张 先拿刮板刮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 用刮板刮的效果 可以看到吗 对 这是刮板的 这边你可以再刮一下 刮一下 可能没刮掉 那你刮两下 因为它这个是 头是属于那种圆头 不像那种刀片 那种尖锐的头 你要刮好多次 才能把它刮干净 但就是一些毛渣了 现在已经 没有刮板 你可以用纸巾 看 看着 纸巾一擦 对 纸巾一擦 就是多用两张 你洗的效果一样的 不用刮板也可以 可以看到这些 往发怎么掉的 你再擦一下这里 诶 灯灭了 掉了吧 对 一擦就掉 然后剩下的这些 然后就拿水洗一洗就可以了 对 那水洗洗就行了 可以看到吗 这个很简单的 一般 用纸巾都可以很方便的 把这些毛发给弄掉的 很容易就搞定 它就是普通的纸巾 这个是普通的卫生纸 对 可以擦掉 等你擦完之后来看看对比效果 能可以看到 这很干净了 很光滑了 对有时候纸巾比那个刮板还好用 我是比较喜欢用纸巾的 那个刮板我还得给它洗刮板 对于这些脱毛膏 大家可能会问 能不能脱其他地方呢 来我们可不回答一下 主要是体毛脱毛膏都能用 不管你是身上的毛 胳膊上的毛 还是那个 胡子 像什么那种的丝触 都可以用 就是毛发的长短 粗细 跟这个 就有关系了 像胡子这种 像我这种胡渣 肯定是不好用的 因为已经很短了 如果你的胡子像它这么短 能看它胡渣 用这个脱毛膏 效果呢 可能不会太好 但是呢 如果你的胡子 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长度似的 那这个脱毛膏效果就会很好 对 看这个效果 本来这个毛孔也很细 然后就是毛发长一点 这样脱出来 很明显 感觉会摆了好多 可以看效果很好的 大家记住了吗 这个脱毛膏是可以脱胡子的 但是这种胡渣是脱不了的 小胡子是可以脱的 不能脱胡渣 而如果你 私密部位 大家也清楚 私密部位毛发也会很长很硬 但是呢 很长的话是可以脱的 但是如果很短很硬的话 像胡渣这样很短很硬 那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大家记住啊 胡子就是毛发越长 它脱毛效果越好 还有一点 就是脱毛膏用完之后 你记得一定要涂上一层 那个像什么 火服品一类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炉灰胶 来给你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炉灰胶 你要把它擦完 洗完洗干净之后 你涂一点这个 用完脱毛膏之后 一定要涂这个 因为涂完毛之后 洗涂会非常的干燥 对 一是比较干燥 二是比较敏感一些 对 涂住这个能保湿 就是连非常干燥缺水的 也可以用它来保湿 可以用勺子这样瓦 就像这种果冻状的 来 到这 记得一定要洗完之后再涂 你记得涂 完之后就会非常的清阳 非常舒爽 它也不会很黏 对 因为体温会把它化成水状的那种 大概涂上这个样子就行 涂匀 等它自己干掉就可以了 涂了脱毛膏呢 我们最近还会有一些新产品 就比如说我们过几天即将要拍的高端款的丝袜 和普通的丝袜还是差距很大的 高端款的丝袜 到时候你给你们看一看 由我们的腿膜小姐姐来 就是我们的小助理 对 小助理大来当腿膜 她的腿好看 她穿丝袜也好看 然后她腿细 没有 没有那个肌肉块 效果很好 然后我们还有红底 高跟鞋 哇 那个高跟鞋质量真的挺好的 很不错 到时候给你们看一看吧 过几天再拍 今天这个 大概就是我们工作室的日常了 就是平时拍拍视频 拍拍照 然后拍拍产品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工作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评论留言 来来来来 看着 这是刚才没有拖的地方 感觉这个给我白了一度 感觉白了好几度的样子 哇 真不错